大家好,我是酷奇 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这次新情报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这次的新关卡 神秘的次元 会在周四的时候下午时装 而且还跟修罗一样 攻略完后可以获得85魔法石的报酬 这个不要忘了 但是 在这之前呢,务必注意这一点哦 这次的称号关卡 不是打技术地下城 而是特别的关卡 名为妖精挑战 限时30分钟 这个限时关卡没有85时 而是在时间内攻略完成 日后会获得妖精的称号 两个关卡要留意一下 那再来呢,是魔法石九颗的神迹 为什么要特别谈一下神迹呢 反正啊,说穿了,你看哦 你要组一个木剑艇的队伍啊 抽完就有的感觉 这真的蛮邪恶的 有狮龙,有木精灵,有术索 有龙刀,会有一种啊 的感觉 不过我讨厌劝课啦 这边先武士 重点在这边 下面的描述 妖精王Albato 限时交换 没有的玩家呢 有机会趁这个时候入手哦 时间是6月16 到6月20 交换的详情还没有出来 估计是黑币吧 毕竟官方还在卖黑币的礼包 这个也千万不要忘记 最后呢 昨天介绍完妖精王的两个分歧 来看一下装备的部分 暗属性的装备有SB 可以封印耐性 还有两个暗珠强化 技能宝石一样 小强的程度 实质的3SB 也是少见的封印耐性 可以延迟组合 但我是不会进化啦 毕竟这个跟星龙啊 和吸血鬼不大一样 这是大代币耶 要用抽的 这样的性能我觉得还不够 再来是水的 水属性的装备有3个水强化 配3个横排解绑 技能宝石一样 那个技能可以变一下吗 不是全解这个CD6 在装备的位置觉得很不够用耶 我还是觉得啦 水属性的奔奇本体也很强 对这次的装备呢 看看就好了 好的 以上就是这次的新情报 统整一下 就是第一 新关卡 有85时可以拿 第二 称号的挑战跟借助地下城不大一样 第三 妖精王可以换 希望简短的影片 可以提醒到大家需要注意的部分 那今天的影片 在这边改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